您好 您为什么来参加我们节目呀 我是想和我前妻复合 虽然我俩现在的状态属于是离婚不离家状态 但是还是希望把那个结婚证再扯回来 因为我觉得俩俩之间的问题好像就是说 我不太会处理我和他之间的一些小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他和我家庭之间的一些大问题之间 我不太会处理 所以我特别想通过这个节目让老师 帮我出出建议 让我把这个关系处理好 再把这个结婚证直接扯回来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康先生38岁来自辽宁个体 有请康先生有请 罗女士44岁来自辽宁个体 有请罗女士有请 你好 欢迎两位啊 离婚有多久了 两年半了 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当时遇到很多事情是与他家里人的事情 他解决不了 所以我当时也卡在那个点上了 就不离婚我心里头过不去这坎 就是逼着他离得婚吧 按您的这个说法 跟他离婚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跟他家里人的关系 对 造成了你心里的一个坎 所以离得婚 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离婚之后他没离家是吧 对 还有就是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没让他离开家 他身体特别不好 身体不好 对 就说明你心里还有这个人呗 对对对 我有他 嘿那这坎是怎么造成的呢 咱们来听听吧 这事就得从最开始开始说 行 我们那边风俗习惯 就是会亲家的时候是南方花钱的 但是我们会亲家是我们家拿的钱 这个 这个应该是 我也不知道 像当时 正常说吧 就是说当时有点地不太轻的 但是是会亲的时候 应该是南方是花钱请这顿饭 当时我父母上他那去了 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具体的情况是就是谁付钱 我还真不知道 但后期知道是说 我岳父岳母拿的钱 而我父母没有主动去把这个钱给付了 这觉得说 无论这钱多少 这个问题觉得 不应该 绝对的不应该 这是多大的事啊 都结了婚了嘛 一个小哥的嘛 其实 你是觉得是他们家抠我还是不尊重啊 就哪一层 怎么说 就现在我回想起来 我觉得更多的是不重视我 主持人实际上下边的事情 还有很多 真的 就是包括我怀孕的时候 就知道我怀孕 我公公婆婆都没有打电话 问过我 你身体怎么样啊 其实我那时候是高龄产妇 我们俩结婚时候38 我39有孩子 我那时候就挺危险的 他也没打过电话 后期的时候是我早产 29加2的时候生的我女儿 那个时候 怎么说呢 反正 也没有电话问候 也没有什么 就是你当父母了 对吧 给你家生孩子 你问问我 从来没有 他表现的咋样 就那样 反正我每回产检呢 什么呢 都是我自己 或者是我和我母亲去 他不 没有过说我陪你去 或者怎么样 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特别木讷 那你为什么觉得 他就是木讷 他父母的这个 就反而是个问题了呢 就是我觉得 你这双标啊 不不不 我不是说在宅贵 他的父母 就是他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更没有办法 等于在孕期的时候 你觉得公婆 对您的关心不够 对 刚才那眼泪滴子 哗就下来 多大的委屈 我那时候 医生给我扣在医院了 定义就是半夜去的 血压高200多 医生说非常伪重 当时就告诉他了 说的你那个 必须准备好 随时做手术 要不然孩子和大人 都有危险 当时他给父母打电话 第二天来了 在医院看了我就 五分钟就走了 完了他也走了 带着他们去 买东西去了 完了还出去吃饭了 过了两个多小时 回来了 我合计着 能给我买点饭回来 因为医生不让我下床 我就说 我说你给我带点饭回来了吗 他说没有 就好多事情 都累积在一块 我觉得 这不得怪他吗 我就是希望他 怎么说呢 就是他能把这个事情 哪怕就是说 我和他父母之间 有不高兴的事情 他能告诉 哎呀算了 别和他们计较了 他们就这样人 后来呢 第二天我就没办法 我就必须得跑了 我家里人全来了 他父母也来了 别人手术 好像是四十多分钟 结果我三个多小时才出来 挺危重的 我除了 那时候还迷糊着呢 婆婆就来了一 你睁开眼睛 我告诉你 我这给你借了五千块钱 完了他也没智商 他就瞅着他爸他妈 公公婆婆又来一句 你妹妹也来了 请着假来呢 我也没智商 我当时可能掉眼泪了 我可能是 我觉得好像是 这事情是这样 我说两句吧 当时说 我妹子是张 是因为啥呢 我当时好像不太 也不会说 就是说那种比较长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 表这个态 但是后期结束之后了 我回家之后了 我跟我父母说过 你本身是来看你儿媳妇的 她为我们生了孩子 这个钱无论多少 你说儿媳妇 这个钱嘛 我妈手的是这点 你现在用的 没有呢 爸妈在丧了 你不能说是这钱 不是我没听懂 什么意思 就是婆婆说 借了五千块钱来 对 啥意思呢 就我也不知道 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你们生完还没钱吗 我有我有 我根本没跟她张罗过钱 没张罗 她只拿起来看儿媳妇 但是这个钱 她这么说 那她说那意思 就在我听来 就是说你看我多重视你 我没钱 我问人借了钱 我都给了你 我现在我在想起来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不是把这个事情 不是她后来问您 要五千块钱让还了吗 让了 这个就不对了 为啥还五千块钱呢 就是因为我当时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完了她把钱收下了 如果要是我清醒的状态下呢 我绝对不会让她把这个钱拿着 反正我们挂在这儿 知道这么一件事了 还有什么呢 委屈的 后期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一三年结婚以后 就知道她有病了 康先生身体怎么了 她重度肝硬化 我可以跟您说 就是当时领的上医院去的时候 医生就说 这个病是她小的时候 没给治好 落下的病根 完了 后期就是我们俩条件还行 我就一直给她治 后期因为她花的比较多 有点入不敷出了 那个时候 我就想说找她父母 咱们能不能帮我们一把 就是哪怕缓解几个月 父母跟她说没帮上忙 咱就不说啥了 但是说一句话吧 你也挺伤我的 就说那个 儿子你这病吧 妈现在没钱给你治 你要能治呢 你就治 治不了那妈也实在是没有招了 这个听着吧 挺不是味的 心也挺寒的 说实话 我自己做儿子就觉得 不太舒服 何况我媳妇听着之后 当时我听完了以后 心里头一下就量了大半截 那我也不影响你们的夫妻感情 所有的事情都卡在这儿了 她那个 从怀孕 到后期我姑娘出生 就是说心理承受的压力 好像比较大 达到那个点了 跟我说 咱俩离婚吧 但是如果 我看她这种状态 如果不离婚的话 她可能会 加重她这种心理的压力 直接变成抑郁症 或者什么的 说实话 我不想让她走到那一步上去 她说离婚 她说行吧 也许是缓兵之计吧 但是现在 我今天又过来是啥呢 我觉得这种状态 我觉得我应该 还是把这个症扯回来 不光是为我们 还有为孩子 我想要给孩子 有一个明确的一种观念吧 不能说 父母离婚了还在一起 我怕给孩子 造成一个不好的观念 我问一句 你父母的经历条件怎么样 整个家庭的经历条件怎么样 勉强生活吧 就说是 一两万 一年下来 家里靠谁挣钱 主要是我父亲 公婆的事 我们听得七七八八 算是明白了 这男人怎么样 咱们今天 因为如果婚姻的话 是两个人的事 先把两个人的根基问题 咱问清楚 他算是一个 诚实 忠厚的一个男人 就我家里人 对他评价也是挺高的 其他方面呢 他对孩子 对我的关心 不够多 对他自己 事业方面 他也不是很努力 对孩子不关心 他对孩子 我举个最小的例子 就是头些天 我出门 我让他带孩子 我说你 孩子天有点冷了 我说那什么 我说你看着给穿衣服 那我知道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女儿跟我说 妈妈在幼儿园睡觉 特别冷 得穿上小袜子 回头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孩子的背 你给加上里面那棉心了吗 没有 宝宝他倒是没跟我说 他那个脚凉的事 然后我还问老师 用不用再给他加一床背 或者把那背心给塞里头 老师说不需要 要弱了 那你为什么非要问老师呢 不是这没什么呀 小朋友穿着袜子 不凉不就行了吗 睡觉不舒服 我女儿回来跟我说就是 那中午一个幼儿园的小午觉 没睡好就没睡好 这不代表他对女儿不关心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应该他问他女儿 这是女儿的事啊 就是算对您呢 对我们俩看电视 也看不到一起去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 他想看的东西 我不太爱看 我爱看呢 他又不爱看 但是我挺想迁就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他也会说 那你想看什么看什么 当我看到我想看到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这老没意思了 就明显能感觉到他 我不说 是我觉得没意思 我告诉你 这没意思 但我能看出来 你看你对不对 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 我还在旁边陪着你 我不看了不完事了吗 可是我需要的不是这个 我需要的是你觉得 我陪着你看 你高兴就行 就像我想的 就是你看电视的时候 我陪着你 我也高兴是一样的 我不希望的 就是你带着负气这种状态 你这样跟我说 好 再说工作吧 反正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 他的病情这些年以来 没有过好转 所以他没有伤心心 这我自己说吧 也许是自身身体原因吧 就是说找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企业 咱去不了 对于生活的那种向往吧 就是说 不像一般人那么强烈 就是对于追求 我能保证我活着 当时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说时间长了 时间久了 有可能造成了自己 就是说对于工作的那种 丧尽心 对于自己的那个目标吧 就是不是很明确 时间长就是有点懈怠 或者有点 安于现状 有点这个意思 那现在做什么呀 打零工现在 那您呢 我一直做个体 卖化妆品 把孩子的父亲留在家里 离了婚又不离家 是出于对他的同情 还是出于别的 因为如果真正让他离开了之后 他回不去他父母那儿 他父母不能接受他 所以其实是出于同情呗 对 不是爱 更多是亲情吧 将来有一天 女儿问我的时候 我也会告诉女儿 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结婚那么晚呢 两位 没想过要结婚 之前我就觉得 我一个人挺好的 也是我父亲那句话 说如果父亲母亲没有了 那你一个人 要是有病了怎么办 而结婚也不是没好样的 就结了呗 完了我就 就合去合去 怎么看上他的呢 我父母看上他了 老实忠厚 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 这么一个男人 什么时候发现他肝硬化的 结婚没多长时间 谁想要的孩子 他想要的 你当时想要孩子了吗 我鉴于他的身体 我觉得还是不要的好 但是他说的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有个孩子 现在纠结在哪呢 他要复婚 让孩子有一种 正确的家庭观念 您是不愿意复 您的原话是说 我觉得我对他父母 有一个坎 并不是对这个男人 真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 我可以说一句吧主持人 可以 我其实还有个诉求 就是说 我不太会处理 我前妻和我父母 或者说我家庭之间 那个关系 不需要处理啊 你们现在应该跟父母 也没有什么交集了吧 毕竟说 是没什么交集 毕竟他说我父母 早晚会就是有见面 肯定有接触 就是有接触 就会有矛盾 我想这个就是这种关系 怎么能捋清 或者是怎么处理 这种关系 如果你觉得 他跟你父母那儿 问题不可化解了 就跨不过去 你只需要带闺女 回去看看啊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把它卷进到 你们这个家庭的 这种这种里面 这有什么好处理的 就是我家里的一些问题 影响到我们俩 你家里现在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他和我父母之间 或者说我家里的 没有他跟你父母之间的冲突啊 那你们离婚之后 你带孩子去看过父母吗 也看过 父母对于孩子来说 也不是特别的那种 你说关心吗 也不像是特别关心那种 不关心就不关心了 为什么让他们去关心呢 他们有权利不关心 养育孩子是你们 这对夫妻的责任 对吧 叫那个进干嘛 那个主持人是这样 其实我还有这个坎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家人特别冷漠 一年一年都没有 一个人给他打过电话 说的你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了 该不该住院 调理了 吃什么药呢 从来都没有 所以就这种家庭 我融入不了 我没有要求你融入这个家庭 你可以不融入这个家庭 没有人规定 你一定要融入 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 中国人的传统 就是我嫁给你了 我就要融到你这个家里去 我把你的父母 当成我自己的父母 不是那只是你的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 现在看是我一厢情愿了 对吧 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父母 如果你那么根深蒂固 我问过他一句话 我说你知道 为什么我父母 对你这么好吗 就包括我哥哥嫂子什么的 他说不知道 我说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 他们想让你对我更好 我这个将来 我女儿的话 我们也是这样说 我就想知道 他对你好不好 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他在逐步改变 那就好了 往我想的方向 因为你们毕竟不可能 是跟他们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就包括您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世界上 还有这样的父母 我不替他们说话 我以前跟你的思维是一样的 但是我有一次 录了一个节目之后 我见识过 一对父母的这个表现之后 我突然明白了 就是在生活里 我们有很多不同状态的家庭 有些父母表现出来的 就不是我们想象的 父母那种样子 他们可能生活的自私 生活的固执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为人处事的态度 是我们不理解 甚至不能接受的 但是那不代表是一个错误 所以我其实对那部分的东西 我真的不在意 因为如果按照您的 整个描述的话 这个事我可能有另外的看法 我甚至想说的是 你嫁了一个 你并不满意的丈夫 你们之间的情感问题 完全是别扭和拧巴的 你们不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你们之间的爱 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那种爱情 可能同情会更多一些 因此你们又不能接受 现在的婚姻状况 因此有可能把这个婚姻状况 找人来背锅了 背锅侠是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之所以那么做 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是和睦的 我换一个说法 他不懂事 就是因为他那个家庭出来的 对吗 只不过他没有他父母那么冷漠 因为他现在没有冷漠的条件 他需要依赖你 因为那边是没有温暖的 所以我们可能观察的更多的重点 我们是在看你们 因为我们叫爱情保卫战 如果我们是这个婆媳保卫战 我们可能会换一个角度 所以我希望一会儿老师们 发言的时候 您多听一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